罗七章十三节,我们今天晚上时间很短,容不得我们深入讲这句话里互相的关系。 他就好像在讲,保罗在表明律法不能使一个人成为圣洁,他说他亲自体会到,当律法进入他的心,就在他里面激动起一种愿望去行和律法命令相反的事情。 有一些事情是他没有想过要去行的,直到他发现这些事是被禁止的,然后他立刻有一种愿望,要马上去做这样的事。 对此有一种很严重的反对意见被提了出来,就是,这就是使得律法帮助人去犯罪了。 使徒回答说,不是这样的,不是律法使他犯罪,因为律法是良善的,而是他心里的罪把那是良善的变成了犯罪的机会。 他进一步表明,摩西颁布律法的本意就是为了显明罪是多么的恶极,律法颁布下来的目的不是使人变得圣洁, 而是使人看到他们是多么不胜洁。 律法不是那医治疾病的,更不是生出这疾病的,但是他揭露了那潜伏在人里面的这病。 在这里,我要你们注意的是,保罗在这里把罪称作是恶极了。 为什么他不是说极其乌黑的,或者极其可怕的,又或者极其致死的? 这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罪更坏的了。 他要用他能找到最严厉的话语来形容它, 他是按着他自己的名字来称呼罪,并反复强调, 如果你把罪称为乌黑,黑或白是没有道德上的优点或缺陷的, 黑是和白一样,白是和黑一样,你是什么也没有说。 如果你称罪是致死的,然而死亡本身和罪相比,本身并没有罪。 对植物来说,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, 反而这是自然的安排,一代接续一代的植物要生长起来, 在适当的时候变成底层的土壤,让下一代跟上。 如果你称罪是致命的,你只说了一点点, 如果你要找一个词,就一定要回到它的原本所在去找, 罪一定要用它自己来给自己命名。 如果你要描述罪,你就一定要称它作罪恶。 罪是恶极的。 这经文讲了一个很广泛的理据,还有一个具体的应用。 我们要努力向你表明罪本身是恶极的。 罪还有一些表现是可以特别强调说它是恶极的。 罪本身是恶极的。 罪是叛逆神,是恶极的。 因为它干犯了神正当的权利和特权。 那伟大的,我们看不见的灵, 甚至是我们自己的思想也不能测透的, 它创造天地并其间的万物, 它所造的应当来服侍它的旨意, 把荣耀归给它,这是它的权利。 星星是这样做的, 它们不在它们永远的轨道上互相碰撞。 世界的物质是这样做的, 它说要有,就有了。 太阳,月亮,天上的重星, 是的,还有地上的力量, 就是海洋的波涛和风的吹动, 所有这些都遵行它的命令。 它们这样做是应当的, 姚将岂不可以按照它的意思使用泥吗? 那使用工具的, 岂不可以按照它所喜欢的, 决定要把事物做成什么样式吗? 你和我在被造时是蒙恩的, 不是不会动的泥块, 不是虫子, 只有感觉, 没有理智。 我们蒙恩有思想, 感情, 喜好, 是高度的灵的存在式的, 一种不灭的存在, 我们是特别要去顺服那造我们的。 问你自己的良心, 你岂不感到神对你可以伸张权力吗? 问你们自己, 如果你造了, 或者保全了一样东西, 把它称作是属于你的, 它确实是属于你的, 你们岂不期望它要满足你们的要求, 听从你们的调遣吗? 那么, 为什么你们忘记了纳造你们的它呢? 为什么你们把自己的能力用在一切事情上, 就是不为了它的荣耀呢? 啊, 当我们网顾那定义我们存在的它的王权, 肆无忌惮地加以为抗的时候, 这是恶极的。 按照我们在最终的参与, 我们是在践踏它的命令, 废除它的管制权。 对如此这一位神的叛逆, 这是何等恶极呢? 思想它的属性, 思想它的威严, 因为它不仅仅是无限大能、 智慧、 自足、 荣耀, 它还是至善, 它的良善至为完全, 它是品格无与伦比的神, 不像异教徒把各样的罪归于其身上的罗马的主神, 也不像印度教里血腥的雷神, 它是一位我们敬拜的纯洁、神圣的神, 耶和华在圣洁上满有荣耀, 配得我们敬畏的赞美。 可以想象, 如果神是某位浩大的神, 本来就有权利要求我们去侍奉祂, 然而如果祂的品格伟大的神, 请原谅这个假设, 是严厉没有怜悯, 严格没有恩慈, 严酷没有容忍, 那么就可以设想为什么一些大胆的灵慧起来, 反抗这压迫者。 但对我们的父、神、大牧人、君王, 我们可以有一刻的功夫, 想出借口去反抗祂, 或举起手指来抗拒祂的旨意吗? 侍奉祂, 这就是天堂。 天使会告诉你们, 行祂的旨意, 这是大大的福分, 完全的灵都是这样宣告。 啊, 最的确是卑贱, 是反抗君主最慈爱的管制, 叛逆为父的最温柔的权力, 反抗无与伦比的良善。 哦, 罪, 你是多么可耻, 你确实是恶极了。 罪是恶极累累, 因为它违抗所有公义的律法, 世界的石板上没有一条诫命, 不是建立在公义的基本原则之上的。 如果英格兰的一条法律违背了公义的原则, 违抗这条法律就是我们最大的责任。 但当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公正的时候, 人违抗这样的法律, 这不仅是违反国家当有的权利, 这还是违反公义的认知和良心。 神的律法不仅是有神的权柄, 他们还是为人所称道, 因为他们是全然和谐, 切合我们生存的各样关系。 麻省一开始, 岂不是通过了一项决议, 就是他们要受神的律法管制, 直到他们有时间可以进一步改善为止吗? 有哪一个人可以定出一条加以改善呢? 他可以加上一句加以修改吗? 不, 他本质上禁止罪恶, 全然鼓励行善, 只有行善。 哦, 罪, 你胆敢反叛, 那本身是正确公义, 满有德性和真理的律法, 你真是恶极了。 弟兄们, 还有一点, 这可能会大大触动我们中的一些人最是恶极的, 因为他是和我们自身的利益相冲突, 叛逆我们自己的福祉的。 看中自我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极大动力, 那对我们好, 对我们个人有好处会受到极大的看重, 如果我们是明智的, 我们就会带着极大的热情加以追求。 在这里, 无论神禁止什么, 我们都可以完全肯定这是危险的。 神的命令就像那些我们在结霜的时候, 在公园的水边看到的告示危险, 这更多是善意的警告, 胜过严厉的禁止。 神其实是告诉我们这样那样的事情是充满危险, 或者是会导致灭亡的。 他所容许, 命令的事情, 如果不是立刻, 也是在长远来说, 是在最大程度上为了我们最大的利益。 神在向我们颁布律法的时候, 他确实好像是在考虑我们的好处和兴旺。 当一个人肆无忌惮轻慢神, 为的是得罪他的创造主, 这岂不真的是一件恶事吗? 神对你说, 不要把手伸进火里, 本性在说, 不要这样做。 然而当神说, 不可犯奸淫, 不可说谎, 不可偷窃。 当他说, 用祷告亲近我, 爱我, 这些命令就和不要把你的手伸进火里。 当你饥渴的时候要吃喝健康的食物的命令一样, 本身就是明智的。 然而我们违反这些命令。 像一个得到命令不可喝有毒的水的孩子, 却偏要去喝。 像一个孩子不给他锋利的工具, 免得他伤害自己, 他却要切伤自己, 不相信他父亲的智慧, 而是信靠他自己的判断。 因为这水看起来是甜的, 所以它一定是无害的。 因为这锋利的工具闪闪发光, 所以它一定是很好玩的。 人啊, 你要知道, 你犯罪的时候就是在切割自己, 除了疯子还有谁会这样做呢? 如果你忽略不去行正确的事, 你忽略不吃滋养的食物, 不给自己穿上的体的衣裳, 那么除了傻子以外, 还会有谁行这样的愚昧事情呢? 但罪使我们成了这样的疯子和傻子, 所以它是恶极了。 如果我们正确看待罪, 它就是破坏宇宙一切秩序的。 在你的家庭中, 作为父亲, 你是知道除非有一个头, 他的判断管理着所有的成员, 否则没有事情会顺顺利利。 如果你的孩子说, 父亲, 我决定了, 在这个家里, 无论你要怎么样, 我都要抵挡, 无论我要怎么样, 我都坚持, 如果能的话, 都要按这做出来, 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呢? 是何等无组织? 这是一个怎样的家? 我们岂不是可以说这是人间地狱吗? 明天, 一条船就要在一位有智慧, 优秀, 明白海盗的船长指挥下, 使力太无适合了, 但还没有航行多远, 一位水手就对船长, 说他不会听命令, 他既不打算扬帆, 也不会去行在船上得到命令要去做的事, 用铁链把那家伙给锁起来, 每个人都说这是应当的, 或者一位乘客从船舱里出来, 对船长说他不认同他的权柄, 在整个船长在整个航行中他尽一切所能要与船长作对, 如果来了一条小艇, 请把这个家伙送上岸, 如果他上岸, 到了一个泥命的地方, 不必太过介意, 但无论如何要把他给摆脱掉, 每个人都认同应该是这样, 如果你容忍片刻, 让正当的, 居中的权威不再控制这船, 或者每个人都应该行他自己眼中看为正确的事, 你还是快快逃离这船, 在船弦上开几个洞好了, 船上每一个人的幸福都取决于秩序得到遵守, 如果一个人要做这, 另外一个人要做那, 你是差不多可以被关在老虎笼里, 还要比在这样的船上要好, 现在, 看一看这个世界, 它只不过是一艘更大的漂浮的船, 除了那造他的, 还有谁应当做他的船长呢? 因为只有他大能的手材可以保握住那大大的船舵, 谁可以驾驶这条巨轮驶过神户里的波涛呢? 除了他还有谁呢? 我是谁, 我的听众, 你是谁? 但敢说, 我要不理会那位海军上将, 我要把船长给忘记掉, 我要造他的反, 嗨, 如果每一个人随心所欲, 整条船, 整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? 无秩序就进来了, 混乱, 愁苦, 伤心和灾难肯定就随之而来了, 如果你要看罪是恶极的证据, 看看罪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做了一些什么, 举目看看那美丽的花园, 各样美丽的生物, 鸟兽, 各样不凋谢的可爱的花朵, 各样使人感官愉悦的事物, 都要在阳光下被发现, 有两个完全的人, 一男一女, 我们人类的祖先, 最近来了, 花朵凋谢了, 一种新的野性控制了走兽, 土地生出杂草荆棘, 人被驱赶出去, 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, 是谁破坏了伊甸园? 是你, 这该受咒祖的罪, 一切都是你做的, 看看那里, 但你能受得了那场景吗? 云一般的烟雾, 滚动的飞尘, 号角的声音, 还有更可怕的大炮的轰鸣, 听那尖叫声和呼喊声, 他们逃窜, 他们被追赶, 战斗结束了, 走过大地, 倒握着一堆残缺的人体, 窃开撕裂, 布满弹孔, 头颅被枪弹打破, 布满一堆堆的鲜血, 哦, 这样的场景只有魔鬼才会看着心满一足, 谁做了这件事? 战争, 谣言除了从你们的私欲和从你们的罪, 还会从哪里而来? 哦, 罪, 你是制造杀戮的, 罪, 你高喊破坏, 马上放出战争猎犬, 如果你不来, 这一切都会没有的, 但我们看看越来越多这样的景象, 你只要在全世界随便走一走, 就会看到小小的小山或多或少散布在各处, 如果你分析街上吹动的尘土, 盘问每一粒尘沙, 它也许就会对你说, 它曾是过去的世代那些痛苦的死去, 腐烂回到大地怀抱的人的身体的一部分, 哦, 世界布满了死亡, 今天的世界是什么, 它只不过是一块大血田写的田地, 巨大的坟场而已, 死亡已经一次又一次是咬了世界, 它的表面布满人类的遗骨, 是谁杀了这些人, 是谁杀了那些人, 除了罪, 还真有谁呢? 罪即长成, 就生出死来, 我几乎不敢要你们跟着我的思路, 如果你们敢, 我也不敢冒险带路, 跨过那把活人之地和死人之地分开的溪流, 就算你们爱冒险的想象的翅膀, 敢于飞到那充满混乱, 没有任何秩序之地, 在死因的幽谷的那一边, 你可以看到那恶人灵魂所在的, 愁云惨淡之地, 在那里虫子是不死的, 或是不灭的, 如果你有胆量, 往那阴暗的无底深坑里, 看上一眼, 在那里, 被神定罪的灵魂, 被永永远远阻挡在所有盼望和挽回的光明之外, 在那里神的愤怒如火一般燃烧, 行恶事的骄傲之人, 如同残梗, 忘记神的万民永远被焚烧, 你要发抖, 我要恐惧地缩回, 离开那里, 谁点燃了那火, 那点火的在哪里? 是罪, 罪做了这一切, 要不是罪, 没有人会到那里, 除了因为对最严重的罪的最公正的惩罚, 没有任何曾经活过的人会被扔到那里, 罪的确是恶极了, 即使到了现在我还没有讲到高潮之处, 我也不必继续讲下去了, 最坏的时刻既不是死亡也不是地狱, 而是在加略山的狮子架上, 那爱我们, 来到世界上赐福给我们, 当罪把他钉在木头上, 扎了他的肋旁, 罪人用许多的讽刺和绩效拒绝他, 高呼, 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主就证明了罪的恶极, 在耶稣所受的痛苦, 在羞辱和被唾弃, 在他忍受的苦痛焦虑中, 我们看到罪的恶极, 是用大写的字母写成的, 半盲的人也能看见, 哦, 罪, 杀害基督的凶手, 你是恶极的, 我的时间不够用了, 我还要讲, 一些特别的罪, 是比普通的过犯更为恶极了, 我是说反对福音的罪, 我要列出一张单子, 任何在这里, 诚实面对自己的人可以查验, 看看他是否犯了这罪, 拒绝从神而来爱的信使, 敬虔的父母, 热心的牧师, 满有爱心的老师, 拒绝他们带来的爱的信息, 以及他们对我们的苦苦忧虑, 这是恶极了, 抵挡, 那只像我们说怜悯, 赦免, 儿子的名分, 救赎脱离地狱, 圣上天堂的满有爱的福音, 拒绝这点, 这就是恶极了, 抵挡那死去的救主, 他来世界唯一的动机就是爱, 他的伤口传讲他的爱, 他的死郑重表明他的爱, 蔑视他, 忽视他, 不看他, 这是恶极了, 口头承认爱他, 然后得罪他, 到他的桌子面前来, 然后走开和不义的人一起犯罪, 奉他的名授喜, 却是不公正, 不诚实, 不义, 这是恶极了, 身裂在他的教会中, 然而却属于世界, 口说跟从他, 却是他的敌人, 这是恶极了, 得罪光和启示, 知道更多却犯罪, 得罪良心, 把良心推到一旁, 侵犯自己更好的一部分, 得罪圣灵, 抗拒他的责备, 警告, 感动, 邀请, 这是恶极了, 受到痛苦后, 继续犯罪, 当罪带给你许多的痛苦和困难, 却继续犯罪, 冲向地狱, 好像障碍赛马, 跨过栏杆, 大门, 篱笆和勾渠, 这是恶极了, 今天晚上在这里, 你们一些人, 是这样恶极的, 哦, 我是何等地恳求你们中的一些人, 我已经呼喊你们到耶稣这里来, 我已经一次又一次警告了你们中的一些人, 如果我被神召到审判台前, 我就要对你们许多人被定罪说阿们, 我一定要承认你们确实知道的更多, 你们一些人明知喝酒不对却喝, 你们一些人咒诅, 你们一些人是窃贼, 你们一些人公然犯罪, 然而我却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一次, 一次又一次到这会堂里来, 你们喜欢听我的声音, 然而你们去抓住你们的罪不放手, 你们的罪必然要定你们的罪, 让我与你们的血无关, 我不会把你们当作圣徒, 与你们讨论问题, 和你们说话, 因为我知道你们不是, 不会把你们所有都当作要上天堂, 爱, 你们许多人展开翅膀, 飞着冲下那深坑, 哦, 怨神拦阻你们, 否则你们得罪的光药, 更显出你们的罪是更黑暗, 更明显, 你们听到的警告, 在你们的定罪来到的时候, 要使这定罪更压倒一切, 但为什么定罪一定要来到, 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死, 为什么你们要犯罪, 为什么爱你的罪行, 我在我书房的煤气灯下, 经常看到可怜的飞虫, 在窗户半开的时候飞进来, 它们是如何撞击着火焰, 它们跌落, 但几乎还没有恢复力气, 它们又再一次飞向灭亡, 你们是这样的人吗, 你们只是虫子, 没有智慧, 没有知识吗, 哦, 你们不是, 要不然你们就是可以被原谅的了, 可怜的人到我的救主这里来, 他依然愿意接纳你们, 只要一个祷告就可以了, 呼出这祷告, 破碎的心他不轻看, 看一眼他就成了, 稍稍看为你们恳求的耶稣就可以了, 圣灵, 让他们看, 哦, 用你不可阻挡的力量, 拉他们过来, 让他们看和活过来, 哦, 这要成就, 感谢神, 这要成就, 你们今晚要看, 神要得到荣耀, 尽管你们是恶极了, 然而靠着宝血, 你们要被完全赦免, 我带着极大的感恩盼望耶稣所带来的这极大的赦免, 愿主为他的名的缘故祝福你们, 阿们。